马自达对转子发动机的依恋不仅值根于转子发动机爱好者 也深深值根于马自达内部 可以说转子引擎是如此特别 以弯口方式运转的转子发动机 最早在德国路线奥迪投入实际使用 然而售出的单位数量有限 虽然它一直生产到1977年 但从那时起就停止了贩售 马自达当时的东洋工业 云用合作量产并投入实车使用 1967年第一款Cosmo Sport 扩展到了转子引擎轿跑 还有Luz Cosmo等乘用车RX7跑车就此诞生 虽然转子发动机比活塞上下运动的 网固式发动机要小 但它可以像二冲程发动机一样连续燃烧 所以即使排量相同 也能增加输出 它是跑车的完美发动机类型 与本田的CVCC一样 快速清除废弃 达到排放法规规定 另一方面 由于自1970年以来 全世界都要求满足排放法规 以及1980年代的石油危机 因此很难提高燃油效率 主要因素是 往复式发动机的燃烧式是圆形的 而转子发动机的燃烧式是纸型的 此外 燃烧式在纸型外壳内旋转的同时 三角形转子移动 这事与往复式发动机 始终在同一位置燃烧的特点不同 例如在燃烧式的形状 和燃烧式的运动方面 排放法规 具有转子发动机排放的 但氧化物NAX的量少的优点 另一方面 有必要对排放 大量排放物的碳氢化合物 HC进行处理 我们通过将废气过热 并称为热反应器 并燃烧HC将其氧化 来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燃烧式移动混合器的燃烧温度较低 为燃烧的燃料为HC 这是一种排气后再次燃烧 来进化的措施 其他汽车制造商 甚至研究了CVCC和转子发动机 直到开发出三元催化剂 复兴转子发动机难吗 至于燃油经济性 今天仍然很少有解决方案 这是因为火焰难以传播到方形 燃烧式的每一个角落 并烧掉燃料 因此 有时必须安装两个火星塞 然而 即使在今天 即使是网复式发动机的原型 燃烧式也不容易燃进燃料 转子发动机作为主要动力源 很难复活 但是 由于燃烧式的移动燃烧温度低 因此 适用于轻发动机 也不是不可能适应汽油以外的燃料 例如 有一种方法 可以将其用作 EV发电机的辅助发动机 由于转子发动机的振动较小 因此 还可以利用不影响电动EV平稳运行的特点 即使使用网复式发动机 今天 也很难复兴转子发动机汽车 因为由于废气净化和燃油效率 很难单独生存 即便如此 应该有可以利用技术的领域 包括灾难响应 例如 利用转子发动机特性的发电 有一种方法 可以将其用作发电机的辅助引擎 7 7 10